说这个买本田呢 是买发动机送车 那日产是买沙发送车 奔驰呢 奔驰是买标送车 卧卧的 卧卧是买音响送车 宝华为键到底有多牛呢 我们说音场界其实也有自己的鄙视点 如果说Boss就是一个中流底柱的话 那下面有一堆的品牌就不值一提了 音力只用让音响 雷克萨斯只用马克莱文森 奔驰呢 这两年特别喜欢用的是柏林之声 宝华为键其实也很有来头 您好 您好 听说过宝华为键吗 听说过 没听过 听说过 品牌听说过 咱今天陪您听一下音乐 这个是宝华为键在咱们北京的店 放点音乐 您猜一猜这一套大多少钱呢 大概准备的也得有几万块钱嘛 差不多 这套大概十万 第一次听宝华为键 第一次 感觉怎么样 音质很不错 所以你猜这一套大概要多少钱 六十万 六七十万吧 大概四十万左右 听说过鹦鹉罗吗 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 知道 太牛了 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听一下鹦鹉罗 宝货美剑现在 比如马沙拉蒂 宝马 当然现在沃尔沃都在使用 这一对音响一年都卖出多了 大概一两套没问题 都是什么人买 像企业高管 然后对声音有极致追求的 这部分人群是非常吸引他们 就是这个 高质量男性 高质量男性才会买 对吧 不来不知道 今儿算是开眼了 就这俩鹦鹉螺 70多万 加上这套工坊 这些线材 这个东西就是100多万的价格了 你还没算上这间屋子 在北京值多少钱呢 花这么多钱涂什么了 刚才放的时候 鸡皮疙瘩都起来 说好的音响耳朵会怀孕 真的是为了讨好耳朵 这么多钱值不值 听得越开心了 其实心里就越担心了 因为经常听人说汽车里的品牌音响都是贴牌货 样子货 那S90的这一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宝华伟健呢 开上这台沃沃 S90 我们要去汽车音响大师去鉴定一下 我的感觉是沃沃是一台很适合听歌的一台车 因为这台车上标配了一个pilot assist 也是我们说的领航辅助功能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自动驾驶辅助 然后开上这台车 你按一个按钮 再按一个按钮 设定好了速度以后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车交给他了 你要做的就是双手简单的俯为下方向盘 告诉他我还在开车 然后整个的拥堵路段 他都能自己搞定 这个时候可不就适合听歌了吗 好棒人哦 汽车音响师阿龙 美国梅卡音响国际青赛裁判 2017年格兰披制年度音响 至尊名店 荣获德国CAAT 汽车音响培训训练营 和美国来福训练营的培训认证 北京牧鱼定制创始人 以大力CLEO的一套测试设备 用专用的甲子把它放到鼻子的位置 然后这是一支麦克风收声起来 看它的时间相位振幅来去检测它的声音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测试的是这个音乐厅模式 打开来这里是歌德堡音乐厅 这就是为专门为比赛去做的一张点 这个是一个赛事的名字 爱马 国际化的 测它这个定位的 声场定位 全在这里 这是左边 还有高低 对 从低到高 它其实是一个线性的 它的位置 它的焦点是不会跑偏的 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普通的 它表现出来的 就可能说你的贝斯在这里 但是吉他你就偏到左边去了 你那个杀锥你就偏到右边去了 所以它不是一条线性上去的 这个是纯电影 电子合成 这不是那种真实乐情 这是纯电影 这就是听它那个低频 它的爆发力 那我们现在听一首 我们听得懂的歌好不好 渡口 这个重音下得去 下得去 重音还是能下得去 它的低频表现还是可以 重音的时候 对 是能下去的 这个有点像改装车的感觉 对 它的低频量感其实还是满足的 如果说原车来说 这个算比较大 中频算什么样的水准 那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高频的表现也是 数字也是比较高的 你觉得大概是处在哪个水准 如果说原车的水准 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吧 挺好高的 粉红噪音 这个是我们做测试用的 测试一套音讲 它的线径 它的高跟低 会不会停留 这个我们是来看曲线的 我们上仪器来测一测 可以 没问题 粉红噪音 这个是我们做测试用的 表现的整体的线线 还是比较平衡的 这个在原车来说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包括在我们后装市场里面 如果能做这样的曲线 也很不错 那超低频的部分 它的表现会比中高频 会多个几个分贝吧 中频跟高频的表现 它是比较平的 我个人理想的曲线 也是大概是这样子 不是说有很多的品牌音响 都是贴台货 样子货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喇叭 直接给拆下来了 拆下来了以后 我发现完了 我看不太懂了 龙哥你给我讲讲 首先材质上 应该是算是比较 高端的一些材质 因为把华尾键用的用料 都是比较舍得花钱的 因为沃沃 它这个级别 用到的是音舞螺高音 它这个出来的声音 声音会比较有 更真实 那它布局是一般怎么布局的 前面会有一个三分频的布局 中置会有一个两分频的布局 包括后面 因为它全车19个扬声器 能用金钱买到的最好声音之一 不止于一套汽车音响 还是一套戈德堡影剧院 前中置高音扬声器 是为了更好的指向型而打造 普通的高音喇叭 如果是在A柱或者仪表台里 它利用前风挡的反射 玻璃的表面是非常光滑的 会造成声音的指向性 相当凌乱 S90的高音喇叭 它立了起来 直接指向了车内的乘客 那生产的定位 就可以做到非常精准了 一般来说 50平米的房间 有50瓦的音响 就已经能够满足 我们的一般需求了 但S90的宝华尾键音响 它有15通道 1400瓦的功率放大器 同时配合19个喇叭 分别是7个高音喇叭 7个中音喇叭 4个低音喇叭 还有一个250毫米的 通风式低音炮 拥有4个生产模式 这才是豪华车该有的配置 歌剧院的门票不贵 但你未必有时间 一套保华伪健的鹦鹉螺 我相信也有人买得起 但不一定 就能够留出这么大一个开间 拿来做听音室 每天朝夕相处 那才是最好的 20郎当岁的时候 我也觉得一台车马 就应该马力强劲 加速特忙 到三岁的时候 我觉得该给自己留一套好音箱了 以前我们老说 卧卧是安全安全安全 现在我们会想 卧卧也是买车送音箱的了 为什么男人就一定需要一套好音箱呢 繁忙的工作解脱出来 从办公室到家 是你自己的时间 听完一首歌 关上车门 再推开车门的时候 你又不再属于自己了 的 最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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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